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 位于万华区贵阳街的蒙甲青山宫拥有161年的历史 供奉青山临安尊王为万华地区重要信仰 每年农历10月23日为青山王圣诞日 为万华区营神中最盛大者俗称蒙甲大拜拜 为台北市三大庙会之一 而今天为今年青山临安尊王夜巡首日 台北市长柯文哲经出席绕境 一世而因为明年就是市长是议员选举 因此在场也出现许多议员参选人 让传统活动政治未浓 柯文哲今天出席绕境一世 现任时代力量立位林昌佐 民进党是议员严慎冠斗纷纷出席 而一旁也多了各党议员参选新人 入中正万华区议员参选人龚伟伦 愿意代表民进党参加中正万华初选的吴佩 蔡宜山都于柯至此时站在一旁 而有意参选的徐立信 陈彦成也有派员出席活动 青山王祭典从每年农历10月20日开始 青山王在农历10月20日 21日夜间分别在南北万华区进行暗访 以达到探查阴阳界 气补凶神恶鬼 农历10月22则为正日绕井 规模盛大轰动最后在农历10月23日 为林安尊王举行祝寿典礼后才散告一段落 而近年为了迎接年轻世代改变形势 去年于和平青草原举办农甲青山 农历音乐会的大台北文化协会也宣布 也宣布今年12月8日9日将会获 大举办将举办两天的音乐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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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